澳门路边摊的美食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风景 今天给你们分享山菜澳门最地道的路边摊 大家看在新马路附近迎地大家的消耗道 从它单身的一客气就注定了是澳闻美食街的一股庆老 神出鬼魂的消耗车令你都猜不透 究竟它是几时开动 旧盘嘛摊修盖杯修盖也哼成 淡淡的甜美 让你有一种香菜吃叉烧的感觉 同时又夹喳喳一点炭火的香味 每一口都是享受 它同时也是一些像我这样的老澳门儿时候的味道 第二家就是位于永乐戏院旁边的祭司室 绝对是澳门的天花板 虽然它只是一个车载单 但是出品干净又好吃 老板虽然身体有一点不方便 但是它的热情厚照让你觉得非常的友善 它们的招牌鸡丝刺并不是真的如刺 只不过是一支蛋花、鸡丝和粉丝的结合 再加上一些麻油和胡椒粉 口感和口味的结合配合得天衣无缝 三十多年来一个人 一辆车一碗刺 配搬之灾灾澳门人的食材 第三家就是位于红街市的明治扭炸州 在澳门已经五十几年 藏在街市一个恨不打人的角落 小小一个车载单 思考挡不出澳门人对扭炸的喜爱 就像手起高落咔嚓咔嚓一碗牛鸡就这样煎出来 再淋上他们的杯制高汤 香味直接从街头传到去街尾 牛杂粥在澳门就买少见少了 如果有机会来到澳门遇到的 就建议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还有喜欢澳门什么美食 评论区告诉我记得一间三连哦